最後這個就是請各位再把他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最後還要加上那個GETS 就是說你自傳來源的話 就把它改成GETSWIN 從那個R裡面去取得 因為這樣多過語氣才OK 剛剛的我原來的Source是沒改啦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邊全部 就是GETSWIN 就是直接從2、3、4 那我這邊2、3、4就是籃球、足球、棒球 然後這邊的話呢 你最喜歡的球隊運動有 我把它改成就是 這個GETSWIN 有沒有SWIN6 然後共有幾個項目等等的 那最後秀出來當然中間 中間會有那個接在一起的問題 比如說你希望加空白 或者是加什麼 加鈍號或加痘點 這個恐怕要判斷 這個判斷可能也稍微有點複雜 你會不會想想看 如果說你今天完全沒有 那就不要顯示痘點 如果有兩個 那中間就要加一個痘點 三個中間再加一個痘點 要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 秀出來比較OK一點 這個我想各位想想看 這個應該前面Java 應該有學過類似的判斷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自己再去加上去這個效果 OK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繼續看 下一個範例 下一個範例的話呢 我們需要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也是延伸 類似剛剛的那個邏輯 只是說 我把最後做出來的這個選項 做到那個Spinner上去 那Spinner 這個翻例的話 就是等一下請各位建立一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就是 叫CH05好了 名稱的話呢 底線Spinner 它這個名稱叫Spinner 那 Spinner就代表是下拉選單 那 每一個語言用的名稱都不一樣 這邊叫Spinner 如果是在那個 在C sharp或者在VB裡面 大概就叫什麼 叫 叫 叫做 combo box 是不是叫 combo box 對叫combo box 那每一個用的名稱都不大 這邊叫Spinner 它能做出來的效果 類似像這樣 就是 點擊它之後有沒有 它會跳出 一個什麼呢 這個叫Lister 其實它有點像是 躲起來在裡面的清單 那因為ListerView的好處是 整個就打開來 但是缺點就是 全部畫面就佔用了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設計的時候 需要怎樣 清單 但是那個清單又不能夠 佔太多版面的話 你可以設計成Spinner 那Spinner就是當它被什麼呢 被點擊的時候 它會跳出清單 那清單上面的話 會顯示這些東西 那還有就是說 清單上面其實這邊還會有個 這上面應該會有個Title 只是說看你要不要設計 還有就是說裡面的顏色 還有裡面的樣式 怎麼去做變更 像我們剛剛那個證照考題裡面 有一題就是 如何把它變成 紅色的 OK 然後呢它的樣式要稍微改一下 符合它的要求 那比如說我今天選了其中一個棒球 選擇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最喜歡的球的運動是棒球 其實我們需求很簡單 就點下去 選了之後有沒有 可以跳過來 另外還有那個102那一題 就是那個 電費計算器 它可以選 點下去之後可以跳 110還是220 可以讓使用者去選取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把剛剛那一題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多國語系部分 還沒完成的話 那我想 這部分的話 因為延伸性很大 就是多國語系 可是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 反正自己去稍微翻譯一下 這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 製算支援檔放這裡 完成之後的話 再建立一個Spinner的專案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Spinner部分 那等一下再來再講一下那個介面跟程式部分